东汉建安七年 一个男婴出生于天水济县的官宦之家 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姜维 十二岁时 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枪足叛乱 父亲去世后 姜维选择从军报国 这一年年底 他随夏侯渊部收复了梁州与珠枪 小小年纪便已功名在身 诗人称其为天水麒麟儿 公元二二八年 诸葛亮出师北伐 郡中父老接闻风响应 天水太守连夜逃往上规 姜维等人追之不及 各地官首也不放他入城 走投无路的姜维投降了诸葛亮 这时的姜维二十七岁 诸葛亮四十八岁 同年马速兵败接停 汉军失去战略据点 姜维跟随诸葛亮回到汉中 在诸葛亮的重用下 短短时间里 姜维便被封侯败将 出入汉营变得如此重用 复兴汉士的志向贯穿了 姜伯约的一生 公元二三四年 姜维随诸葛亮出师北伐 由于司马懿间不应战 随着战局变化 诸葛亮的身体也被拖垮 这一年的秋天 诸葛亮向众人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并是于武藏园 汉军按照其生前安排 密布发丧 有序撤退 司马懿率军追击 将为命人反其鸣鼓 下退卫军 诸葛亮武罚中原而不得 在他的身后是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殉道 以公代守积极北伐 这是诸葛亮生前定下的谋划 为了延续恩师的战略 在修整四年后 姜维率军北伐 二十五年时间 姜维共发动了十一次北伐 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一年 他已经六十一岁了 为了避免被皇后陷害 他选择必居踏中 四年 卫军五路伐属 姜维在剑阁拦住了中会大军 然而 此时邓爱却偷渡殷庭直取成都 刘善出祥 姜维在七线得到了刘善的赤灵 在极度的不甘与失望下 他出城向中会投降 他得到了中会的赏识 二人出则同车 作则同喜 他暗中写信给刘善 愿陛下忍数日之辱 臣御使社稷威而复安 日月幽而复明 姜维发掘了中会的一心 希望趁机复兴汉事 他企图诱导 中会诛杀卫将 而后他再杀中会 尽数坑杀卫兵 复兴汉事 然而 这一切犹如梦幻泡影 公元二六四年的三月 成都发生一场混乱的兵变 一心希望复兴汉事的姜维 惨死于乱兵之中 十年六十三岁 生为魏将之子 十二岁明洞天水 二十七岁新归大汉 三十七岁始至北伐 六十三岁以身殉国 大叶虽未成 千古又余哀 八 пят 一 Close 二十七岁 God 十一一 帮助 四十七位 一адц workflows